有洞的花盆 今天帶大家來找有洞的花盆 第一步很簡單 有2D有3D 開開Sketch Rectangle Center Rectangle 按一下 然後選擇地面 按中間Origin 一拉 你看到300x500 我們今次入數 300x500 你當然可以改數 好 按完之後按Enter 再按多一次Enter 是兩下Enter 接著再按Circle Center diameter circle 好 按中間再拉 你看到有個小三角 小三角 代表它是中心的 人是中心 圓圈都有中心 按它之後 你會發現差不多搞定 沒有什麼就可以按Finish Sketch 好了 Stop Sketch 接著又再按 Extrude 好 按完Extrude之後 現在數個面 一個 兩個 三四 五個面 一拉 你可以入數 200就OK 入完200之後 你看到有高度 還可以拉一個Taper Angle 這樣就給它角度 然後斜斜的 你看到 接著我們做了一件事叫 Felix 之前要按Shell 其實已經做了Felix 現在再做一個厚度 厚度 很簡單 就是2.5mm 再按多次Circle Center diameter circle 剛才Skip了Felix 我會再做一次給你看 不用擔心 你看到中間這裡 我們按圓圈 圓圈 入40mm 打40mm 可以了 按Enter 好 接著 拉一個尺寸 拉一個尺寸 給它 那我們 給它一個Offset 按這個圈 一拉 2.5mm 因為厚度2.5mm 之前Shell 好了 搞定了之後 記不記得按什麼按鈕 沒錯 Sketch Dimension 按D鍵 下次我們直接按D鍵 按一按Origin 和Center 指著它 兩個點一點 拉一拉 按數值給它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覺得不適合可以改 這次250 也是舉例的 按住Center 再按Origin 你又得出數字 再按110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你就選擇Extrude 好了 沒錯 就是Extrude 你就選擇這個血外圈 選擇外圈 要小心選擇 不快 按小屋 就可以看得更好 現在我們按斜寸 這次按40 不過我們想改30 因為這樣就好看一點 按OK 這是一個小腳 可以做延伸 接著我們按什麼 Ponts 按點點 準備轉孔 剛才說有孔的花盆 對嗎 那你打開 打開平面之後 就可以在裡面 按那些 一點點點上去 你看到我 有數字 其實你可以有 第二個方法 做Pattern 不過 現在跳了 我們就 節省時間 按Stop Sketch 好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洞 你自己慢慢點可以了 也可以隨意點 看看設計 HOLD 好了 今次下了HOLD 就是一個洞 那你按那個洞 那你按那個洞 指那些Ponts 一點一點 就可以做回 那麼多個洞 有人問 可不可以做一個Pattern 是可以的 不過今次我們可能 就示範一個 有機會不規則的狀態 所以就這樣做 記得右邊 尺寸 做回10mm 上面那些都可以改的 看看你的洞 是否打穿 由於現在打穿 所以你就算入什麼角度 都無所謂 183度 其實都無所謂 180度也可以 按OK 那你見到一堆洞 有一排洞 那我們之後做MIRROR 好了 選了MIRROR 其實就是一個鏡像反射 那你選了那排藍色的東西 看到下面 下面 HISTORY那個Timeline 我們按了 藍色 那這裡也要選擇Feature 即是藍色 好了 接著我們會選擇東西 流心 我們會選擇中間橙色的面子 就是那個XYZ的三個平面 那你選了之後 MIRROR 再選一次MIRROR 那你選回流心流下的部分 我們選了三個東西 即是那個洞 對稱 和原本的EXDU 然後再按一次那個平面 按Enter 按OK 就可以了 好了 你看到也差不多了 那這次我們真正示範 Feel it 做個原角 世界上沒有東西是沒有原角的 除了一把刀之外 那所以我們現在都選回它 不想做 刀人的花盆 對不對 這樣做1mm 按OK就可以了 也OK 那我們就轉做真實效果 你看到Randa有架飛機了 好 好 接著我們轉顏色 PLASTIC 好 其實是塑膠的意思 我們選擇真正的塑膠材料 選擇紅色 是不是真的紅色 什麼色都可以 其實你按Double Click 按兩下 開它 選擇橙色色 好 按 確認 接著我們就開這個Scene Settings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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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環境 你看到整地都是草地 多清 脆綠 最重要是有泥沙 這樣才像花盆 Saved 我都給大家聽聽聽 沒有音樂 你就不記得了 打個名字 然後才可以做Randa 茶壺Randa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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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選擇